以色列现在杀红的眼 真的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反弹的声音了 一起来看看是包括什么呢 在26号的时候 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防部外面 有爆发抗议潮 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跟哈马斯达成协议 而且还有人持标语 要求立刻停火 你知道26号其实他也针对 伊朗进行报复等等 另外其实纳坦雅胡 在讲话的时候 也有遭遇到抗议的一个状态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 以色列现在杀红 尤其是纳坦雅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讲话的时候被抗议 然后国防部外面也有抗议的声音 然后中国大陆其实也针对什么呢 针对你不断打什么叙利 等等这些难民发出了声音说 你立刻停止 而且他是强烈的谴责 在联合国的时候 这也获得了好评 我觉得其实 以色列人民的抗议 真的是太弱太少了 上一次就是 有一波抗议大概维持了几天 有数十万以色列人 那也发出了一个 他们内部人民 对于纳特亚胡政府 从去年的十月七号屠杀到现在的加撒战争 而现在又扩大到真主党 那甚至可能要跟伊朗去对干 那会出现全面性的冲突跟战争 那以色列人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是很世俗化的 我去过以色列 那世俗化的以色列人们 其实还是占多数 可是他在政治上 就是这种比较保守右翼 然后基本教义派的这些派别 真的好多派系 一直都非常的积极 那世俗化的一些以色列人 其实对于政治并不是那么在意 投票率上显现出来 你就看到那种差别 因此他的政治内阁的组成 议员的选举 就很容易呈现倾向保守 而且当你遭受到的的确确 有的时候会突然有恐怖攻击 有的时候会遭遇到边界的冲突 然后一些囤垦区 会来自于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的攻击 但大家都知道 那是因为你自己始作勇者 因为那个不叫囤垦区 因为是他说囤垦区 是你给人家的土地站走了 但是对他们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宣传 跟人民而言 就他这个犹太族裔就不断地受到压迫 所以他很容易去塑造 这样子的氛围 那因此你看 去年的11月7号的1135个人 被哈马斯的恐攻死亡 而内泰亚湖政府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做屠杀 昨天的数字来到了43602人 儿童已经超过17000人 光是在加萨地区 那剩下的220多万加萨的人民 联合国的叫做发展计划的报告 它是在10月20号发布的这个报告 它整个就是居住的住宅 然后商业设施八成以上被毁灭 学校八成七被毁灭 34个音乐里面 17个已经完全被炸毁 剩下的只剩少部分功能 然后有74%的人 也就220多万加萨的人里面 74% 四分之三 是已经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那个贫穷线之下 不是以色列人的贫穷线 是加上还没发生战争时候的贫穷线 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困苦 对不对 所以这些联合国的调查都出来 那然后呢 还是有一百个人职 在被哈马斯 我觉得纳太阳胡 根本不在乎这个人职 拜托你不要还给我 他才有筹码继续打 对对对 所以他又遭受到 这底下一些世俗派 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这个抗议 因为他觉得这个战争 已经拖到这种现在 然后你真的要跟伊朗 去打全面性的战争吗 你真的要去下一次的占领 黎巴嫩吗 因为以色列在1982年 到2000年的时候 这么长一段时间 真的把黎巴嫩南部 是全面占领 而那个时候 以色列是一天到晚 发生恐怖攻击 对 一天到晚 2000年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去以色列是2002年 我到特拉维夫去的时候 回来第二天 我打开报纸一看 我去的地方坐公车的隔壁一个市场 就隔壁几条巷子 就发生黑寡妇自杀炸弹事件 我第一次感觉到 我自己离恐怖攻击这么近 对不对 但是对当地人而言 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 可是那种真的是 已经离不清到底谁的对错 对但是这追根救援 就是说其实你要在中东 你都立国了 但是你对周遭的国家是怎么样呢 你当初被破坏 现在你去破坏别人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想要安身立命 真的很难 以暴制暴真的不太可能 因为人家强大之后 也会有能力去反击你 你现在我没有办法赢你 但是10年后20年后呢 这真的是埋下一辈子的仇恨在这边 另外你看到你去打以色列 你去打伊朗 但是呢伊朗现在被说它秀了什么 秀了它防空的能力 以色列来看呢 台湾时间26号清晨的时候 发射飞弹 轰炸了伊朗首都德黑兰 还有附近的城市 另外呢伊朗似乎它防空系统 真的拦下很多很多的飞弹 因此26号的时候 伊朗近代只有些微的受伤 伊朗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公布了这段影片 来看到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左边是以色列 26号袭击伊朗的画面 飞弹几乎都被防空系统拦下来了 因此没有造成伤亡 右边呢则是10月1号 伊朗去打以色列的画面 多枚飞弹直接命中到以色列境内 并且发生爆炸 您觉得呢 伊朗是不是展现了 强大的防空能力呢 聊天室我们来一起聊聊 我觉得这点就刚好 你看在这个26号的清晨 当地时间2点到6点 4个小时的轰炸 第一时间秀出来的西方媒体 以色列媒体 就是说我们100架F35i 跨越2000公里 如果你到德黑兰的南部的话 是要2000公里 然后造成了一些轰炸 针对第一波就是防空设施 第二波第三波就是针对飞弹 和无人机的基地 以及生产的这个场所 所以它在大肆地做宣传 你看到就是有那个图片 有个画面显示出一个地方 砰突然爆炸起来 对不对 这都是以色列这方面的 也都是真的 可是都剪辑过的 而且筛选过的 那你别的有没有被拦截下来 那你有没有什么损失 是不是 然后后来提供就是这个空灶图 比较轰炸前跟轰炸后 是有一些地方 是之前作为可能核设施的工厂 现在当然不用了 它去炸那些地方 它说可以造成伊朗整个核子计划的 完全的停滞 那是之前的 这都是自吹自擂 那现在伊朗的画面出来了 对啊 那你看看 各位看看 伊朗的画面 这都拦下来很多 你看扑扑扑 都是把它拦下来的那些照片 那个画面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实的东西要两面俱成 现在就看得很清楚 而且你再回到10月1号 伊朗至少发射了180枚的飞弹 那也是有效的击中 伊朗说90% 我们打个对折好了 好不好 50% 那击中了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对 因为空军基地的确有看到32个坑 对 所以上一次4月份的时候 是伊朗是在4月7号的时候 发射300枚 而且事先告知 那是事先告知而且非常慢 而且美国有的都知道 然后呢 米色列是等了一个礼拜 4月13号 这一次伊朗10月1号 你为什么等到26号 对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了解 它这段时间 它的首要目标是要去攻打贝鲁特 跟就是离南地区的珍珠党 然后取得一定的这个效果之后 要赶快一定要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因为万一美国总统大选 选出来这个川普 川普当然是十分支持以色列 对 但他不希望战事扩大 可他不希望 对 他不希望你用再战争的手段 因为他觉得你要把美国给拖进去 对不对 我是支持你 你是我好朋友 但你不要利用这个关系 把我拖到这个战争里面 那我不会倒过来被你用的 那现在拜登就刚好相反 拜登就不断地被以色列给拖的 拜登根本就是在后面 不断地帮他提供 帮他装那个炸药 从10月7号到现在 美国布朗大学自己数字统计 就是拜登这一年已经卖了 180亿美元的弹药跟武器给以色列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4万3千人死亡 在加萨地区多少 有百分之多少 我想至少五成以上 是死于美国的炸弹 对不对 所以拜登就完全是被内坦亚胡给绑架 然后是倒过来 以前说美国爸爸 对不起 现在是以色列犹太爸爸 然后被绑架之后 你看记不得 那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那个黑力 他跑到以色列去 在美国的炸弹上面写 finish them 干掉他们 解决他们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那个对比就很清楚地知道 我觉得其实以色列 也怕伊朗的反击 所以才会拖了那么久 等他在这个黎巴嫩 珍珠党取得一定的这个效果之后呢 才来做一波的反击 不反击不行啊 没面子嘛 但是换句话说 双方到目前为止 是有点相互表演式的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伊朗他有反击的能力 所以以色列就怎样 点到为止 那你去看 你去打什么 你去打了珍珠党 你去打了叙利亚 这些都真的比你弱 有非常多的这些国家 所以你可以看 你市值挑软的吃吗 伊朗他有能力 你就这样点到为止 被说几乎都被拦下来了 你认真打的话 也许还会有很大的伤亡 但你点到为止 为什么 你知道伊朗有这个能力吗 另外再来看到说呢 俄罗斯现在跟朝鲜 真的合作了吗 那尤其是普丁总统 讲的这段话也很有意思 普丁总统呢 第一个来看到 他呢 其实24号是没有否认 北韩有部署相关的兵队 帮助俄罗斯的消息 还说我们要怎么做 这是我们的事 最新他又说什么呢 我们到底要不要使用 北韩的军队 是由我来决定 意思就是我们要不要做 我们自己来决定 关你什么事 他那个是在金专会议上的 这个记者会被问到 他就这么说 我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 各位你知道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个联盟 他可能是真的就是 军事条约的联盟 美日安保美韩 那北约双边的 或者是多边的对不对 然后呢 也有那种相互协访 相互协访 你可以叫他某种程度的这种联盟 1961年中国跟朝鲜所签的 中朝友好协定里面是第二条里面 是有这样子一个说法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 也从来没有去面对它过 虽然中国到目前为止都说 这个条约仍然有效 但它并不是一个联盟关系 可是呢 俄罗斯跟朝鲜 在今年6月19号 普丁在相隔了24年之后 再一次访问皮朗 然后签署了一个中朝 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里面 是有一个条文说 有一方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另外一方可以提供协助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明 有一种军事联盟叫做 攻击性的军事联盟 这个在历史上出现过 那这就是伊斯大战之前的 德意志帝国跟奥匈帝国 所以我们记不记得 奥匈帝国的皇太子费南迪 在南斯拉夫被暗杀之后 奥匈帝国马上开始动 对南斯拉夫用兵 然后德意志帝国就参战 为什么 因为他们签署了一个 攻击性的军事联盟 也就是说当有一方 对第三国出军攻击的时候 另外一方就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 完成动员参战 这叫做攻击性的军事联盟 你去打 我跟着你打他 而且当时还是一个秘密外交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这两个国家签了一个条约 否则就不敢去 不敢去挑衅 对不对 后来一次大战结束之后 我们在国际联盟 威尔逊这个14点 就把秘密外交给废掉 所以大家 所有的签的这个条约 多边的 双边的 军事的 贸易的 文化的 你就要到联合国 以前的国际联盟 联合国去登记 这叫条约登记制度 那当然也废掉了 这种所谓的 攻击性军事联盟 因为条约签的要公布 你签的 我们两个签的说 你去打别人 我去跟你打 怎么可能其他国家会忍受这种东西 所以攻击性联盟也消失了 那现在变成什么 防御性的军事同盟 美丽安保也是如此 北约也是如此 你被打 然后我来帮你 但我只能帮你防卫 而且不能防卫过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6月19号 恶朝的这个同盟 或者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在乌克兰攻打库斯克之前 北韩大概就只有提供弹药 或者是说军需用品 不会自己去打 不会派兵过去 因为战争是在第三国 就在乌克兰 不管这个战争理由是什么 对不对 但现在你乌克兰打到库斯克了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理由去 那因此他去 当然会不会去库斯克 这有另外一个问题 他可能也不会去库斯克 他可能就在哪里 他可能就在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我是觉得 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要跟着这些西方的媒体 或者是说韩国 日本的这样子 好像这个事情好危险 好严重 那我跟你讲 其实双汉物照 这个对北韩的人 他刚好就趁这个机会 训练一下他这些部队 然后寻求一种国际的存在 我好想认识那个北韩的 朝鲜的国安顾问 他从以前到现在 玩弄大国政治跟地缘政治 在鼓掌之间 你看这一支 他可以拜北韩的军队前去 那我跟你讲 不会到俄罗斯境内 但是呢 他引起了的的确确 大家很多的这种忧虑跟担心 跟想象空间 对 所以你看 现在北韩他也在出招了 尤其是呢 到底会不会去呢 去的话也被讲说 到底会去哪里呢 会去库尔斯克吗 还是哪里 都是引发大家讨论 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吗 其实在库尔斯克的时候 俄罗斯现在 也是能把乌军给包围起来了 普丁总统说呢 乌克兰军队已经失去了指挥权 大概2000人乌军 被封锁跟包围 会不会有整个被灭团呢 那其实北韩 他也是不断的出招说 南韩军方到底用这个无人机 渗透了北韩的平壤事件 其实你就是造势者 就是你南韩军方 而且呢 其实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那北韩强调 我已经对南韩军方 发出最后的警告 等于最后的通牒 所以呢 朝鲜现在不断的出招 然后呢 搞得北约 美国南韩都很紧张 这个最后通牒的说法 我也听过很多次了 所以南北韩之间 也的的确确 他基本上 北韩就是在 发展核武之后呢 从头到尾我认为 他就是在求自保 1994年 北韩和柯林顿政府签署了 就是框架协议 日本韩国美国协助北韩 要做清水式的这种发电 那结果呢都没有做 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 小布希上来 然后点了名 就说你北韩是邪恶轴心 然后开始在对 就是阿富汗911嘛 然后从阿富汗 就打了伊拉克 然后开始在对利比亚动手 北韩吓到了 加速他的核武计划 2006年第一次核子事报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去签了这个核不扩散条约 又跟这个六方会谈 连中国大陆俄罗斯都进来 但实际上那都是烟雾弹 2006年第一次核子事报 全世界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用核子武器 到了2017年第六次 他拥有整个最完整的 核子武器的事报的记录 然后呢现在他在这个投射武器上 都已经发展 当然换来的是他的经济 是他的名声 是他国际上被完全的制裁 中国大陆在2017年的时候 也同意制裁北韩 大陆北京的立场到现在还是支持 整个韩半岛的非核化 可是我从头到尾认为 北韩拥有核武就是为了自保 那当然他跟南韩之间 他认为你就是美帝的走狗 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在威胁 可是他也知道 这样子的战争打起来当然就是 双方一定都是相互毁灭 所以我是觉得 也都是以他内政上的这个需要 也都是他在这个事情上 不断的在这个相互的这种叫嚣 但是呢 你说真的会跨边界或者是引来战争呢 我倒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 对那这个时候也看得出来 因为全世界在乱嘛 北韩现在也出招了 让美国或者是北约甚至南韩呢 也真的要正眼看待金正恩了 好我们说呢 其实很多大国 在针对于自己国内有问题的时候 常常是说 那我就跟这个速度政治 或者打出什么仇中牌抗中牌 也许能转移自己国内的焦点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南韩 打这些什么美国亲美牌 希望能够转移自己影席月的 这个民调也没有办到 那现在石破帽 因为你可以看下日本呢 现在最近经济状况真的不太好 然后呢 你美国常常拉着日本抗中嘛 又一堆演习等等的 但是呢 对日本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感受比较深的是经济的这一块 日本首相石破帽呢 第五十届日本众议院大选 结果出炉啊 自民党公民党组成的决政联盟 只拿到215席没有过半 好反对党其实拿的还票数比较多 你看这个是很惨淡的 然后呢 BBC说真的是一个完美 风暴 因为呢 物价飞涨 执政党还有贪污腐败的这个丑闻 那受到通膨高物价低薪低经济索苦 所以这是大氛围 这完美的风暴 日本民众说 哎呀这每个月食物花费 比值钱多1万到2万日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呢 石破帽说 我是不会辞职的 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也不会让政治真空 我想自民党已经长期执政了 中间只下台过两次 1994年跟2012年 而且分别都没有超过两年的时间 又回来长期执政 他的出现叫五五体制 也就是1955年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 有一门客还问说 的标题叫做日本是民主国家吗 因为他从来没有政党人计过 可是呢这也变成一个什么 就这个政党过于官僚保守 制大 然后呢脱离社会 完全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 真的是如此 然后呢 他因为是内阁制 所以每一个议员的选区真的不大 就跟我们差不多台湾的立法委员一样 你好好把你的选区经营好 你就一辈子做议员 然后呢他又很强的就是 这种所谓的后援的制度 再加上派系 过去派系 给予他非常多的这些财务上的资助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派系办活动 出现了拿回扣 他叫乌拉京 也就是拿回扣的问题 有的人回扣拿到 人一千多万两千万日元 有的人只拿了十万 结果这一次政党党说 第一个他把所有的派系 除了两个之外 六个七个派系里面五个解散掉 他以为这个能够唤起民心 不能 第二个 他说这里面牵扯到乌拉京的 这些问题的人 拿回扣的人 48个人 通通不能提名 结果这48个人 有18个人自己去选上的 所以民众 地方的选民还是对他有感情的 那可是呢 这个问题就整个日本的民众 就翻了嘛 原来你自民党贪污成这个样子 所以基本上为什么 石破茂能够当选是这个原因 那他逼得要提早选举 也是这个原因 不能让这个事情再拖 所以这个都不是说石破茂的问题 他只不过是在这个因缘计会之下 一个孤鸟突然有这个机会 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提早选举 但是呢就反映日本人民 只有50%的投票率 当然跟政治已经觉得跟我无关了 日本的政治不是影响到日本太多那种权力分配的 只是他的政策面 跟我们台湾真的不一样 对 经济是经济 学术是学术 司法是司法 然后呢媒体是媒体 都不太受政治的影响 但政治人物烂成这个样子 大家投票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你就看到 在选举之前 自民党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没有提名你对不对 你又出来自己选 这样好了 我每个人给你2000万 等一下 假不提名而已 你不提名他 你还给他2000万的选举补助金 哇这个2000万的问题 最后就把整个炸锅 所以呢他现在100 问题是说你看他还是这种 这个就是等于是 这个最后这个骆驼 还是有他的这个影响力 他应该还是能够组成 就是内阁 因为另外一方面的 就是立宪民主党 跟其他几个政党联合起来 挑战并不容易 但有可能 但是要几乎所有的反对党 都要结合在一起 这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接下来 这几天会是关键 那石碧帽说我要继续做 因为他领导 今年夏天是参议院的选举 对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波 这个参议院选举 虽然那个是比较大比例的 就是这个选区的选举 所以接下来挑战 我觉得他现在是才开始 他如果是以些为过半 那就是要跟某一个政党去联合 现在不知道谁 因为维新之会说他不愿意 但是他有可能跟一些个别的 这个没有特别政党的加起来 因为他只差18席就过半 那他也有可能 因为对方都无法过半 而这个以不过半方式 继续维持他的这个政权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政治都非常的不稳 然后政策呢 也不容易这个推动 那当然石碧帽自己会 接下来 他第一个是要组成 他稳定的政府 这个第一条 第二个 因为一定不稳定嘛 你内部的挑战就开始 而且石碧帽本来就是个姑娘 大家就不喜欢他嘛 不然怎么会 现在才当首相 我还跟他对谈过一次了 然后呢 不太有这种魅力的政治人物 那样子 然后就比较官僚式那种感觉 那比较在自己的 这种小空间里面 他看起来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他会第一个阻隔的问题 第二个呢 他内部的这个挑战 那个高四早苗 我看已经开始准备 胡思丹丹 要胡思丹丹要取代他 他更恐怖 搞不好等你组成了内阁之后呢 然后呢 他就可能开始说 我们这个总裁要再来选一次 对不对 那可能会有这种挑战 也不一定 那当然这个自民党 我觉得 自民党老早应该要下台 对啊 但是因为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之前的社会党起来 后来的这个民主党 都维持不久 也就是说 他的政权也不够稳固 也就是 他们就跟地方上的那种连结 跟自民党真的不能比 那所以日本的政治 一直就后来变成一个 我不是很喜欢去了解的这个议题 因为什么 因为看下去就觉得 都同样一群人 很烂 很混 是 然后呢 很跟这个市局 完全是脱节的 是 所以呢 美国或者是西方 常常说什么民主的制度等等 这个呢 日本这个又让大家有另外一个不同层次的思考 你即便是这样所谓的民主制度 但是你每次选出来都是同样一个党在那边 不同派系去轮流当 这个首相 那这个真的是民主吗 也是值得商权 好 你可以看到呢 那实破帽现在看起来 有一连串的问题 日本内部的问题很多 但是呢 其实在国际上来讲话 他也跟美国啦 跟中国大陆啦 也是呢 紧密相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像美国就不断拉他嘛 最近呢 在美国跟日本也进行了 利剑军事演习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呢 其实选得不好 就日本股市反而呢 还有难道是庆祝行期吗 还一度上涨 那其实呢 跟中国大陆关系也很重要 最近他也跟李强见面嘛 李强也呼应啊 中日是邻邦啦 和平共处啦 要一起发展 那实破帽也讲了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啦 以及呢 提到说 他不会参加禁国神社秋季大典啦 那也说 找到中国大陆跟日本关系的问题的线索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 大概就会实施一个 就是叫做政经分离 OK 也就是政就指的是政治安全军事 那经济双边关系 还有一些双边的互动 它会做更明显的分离 而且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在经济 在贸易 在双边的关系 都牵扯到整个东北亚 也牵扯到日本自己本身的经济 因为日本的经济 现在真的碰到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的这个汇率 还是不断地在跌 不断地在跌 然后呢 股市虽然是好 但是这个是因为 美国的股市的动荡 跟大选的动荡 来自于外资的这种避险 所以这都可能是短期现象 而美国的军事 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 不要忘记了 日本从2023年 去年开始 到2027年 它会分五年的时间 把2027年的国防预算 成为2022年的一倍 也就是那个时候 是大概6兆日元 到2027年 要变成11兆日元 你一下多那么多钱 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那美国当然就可以指指点点 要你做这个做那个 而他也一定的跟着美国 因为美日安保的关系 所以日本在整个军事安全上面 完全是服应于美国的要求 那再加上北韩的这个 就是可能的一些飞弹试射 跟影响 那还有他们不时的就会把 跟中国大陆之间 在钓鱼台的问题 或者是上一次 在男女群岛 那个两分钟飞机 进入到这个领空 其实是反自之前 那个梁月号 你应该进去浙江外 浙江领海的20分钟 但他完全不讲那一段 所以他就把它扩大成 哇 你看我们日本 在战后第一次 遭受到中国的这个军机 入侵我们的领土 二次大战之后是 那个二次大战是谁在侵略谁 对不对 我有时候看这种标题 我都觉得很难过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他知道这个政经要分离 因为一个是日本的生存 那另外一个日本的爸爸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码 CTI六耳机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材性水嫩 轻松扶贫重文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常奏 我们好幸远 好幸远 同样子 我们好幸运 哦 我们好幸运